大家好,我是陳大醫院婦產部女配修醫師 在臨床上,患者常常跟我們講的有關月經的問題 大概分成兩個種類 一個就是月經來了很多,來不停有血塊 流到貧血了 那另外一種的話就是 月經很像要來不來的 有時候有來,有時候有好幾個月沒有來 然後來了又量很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月經 那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剛剛所講的第二種狀況 也就是我要講的無月經症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案例 那這位小姐是一個28歲的女性 據她所說 在從年輕開始月經就是很亂 要來不來的 那這次會來我們醫院看的 是因為有一次性行為之後 就下體的初學 那因為初學不止,所以來到我們醫院就醫 那特別的是呢 我們在幫她做內檢檢查的時候 竟然 找不到她的子宮頸在哪裡 因為這樣的狀況 我們又去幫她安排了超音波 在超音波下 其實我們也找不到她的子宮 所以她是一個 沒有子宮跟沒有子宮頸的狀況 這樣的狀況當然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她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後續再幫她安排了其他的檢查 抽血驗會有沒有發現 她的雄性激素非常的高 然後 另外在幫她做了染色體檢查 居然看到 她有一個Y的染色體 所以她的染色體是46XY 這是一般男性的染色體 原來這樣的病人 是一位雄性激素不敏感症候群 也就是男性驅化症的病人 像這樣的病人其實是非常的少見 臨床上他們就是身體是女生 但是染色體檢查起來 其實是男生的染色體 這樣子那麼少見的病人 像這樣子的表現 因為陰道出血和就醫 其實又更加的少見了 大部分這樣子的病人 他們其實 都是以 沒有月經 也就是所謂的 原發性無月經 的關係 所以才到醫院就診 最後才會被診斷 然後被發現這樣的疾病 那我們就來談談 那到底怎麼樣是無月經症呢 無月經症我們大概可以分成兩個大類 第一個是 原發性無月經 意思就是說 從來沒有來過月經 那根據有沒有第二性徵 就是 有沒有乳房 有沒有體毛 我們可以分成兩個範 兩個範疇 第一個就是 都沒有長胸部 沒有體毛 然後你已經13歲了 你還是沒有來月經 那這就符合原發性無月經 那第二種是 你已經有長胸部了 也有長體毛 但是已經到了15歲了 你還是沒有月經 那這種也算是 原發性月經 相對於原發性月經 另外一種就是 次發性的月經 次發性月經就是說 其實原本是有月經的 但是不知怎麼得 最近很像就停止沒有再來了 那根據 月經原本有來 根據它規不規則 我們又可以把它分成兩種定義 一種是你月經原本很規則 我每個月都來 但是最近我已經連續三個月沒有來月經了 那這樣子就算一個次發性無月經 那第二種人呢 就是我月經原本都不規則 所以兩三個月沒來我也不在意 但是在這種狀況下 如果您也已經超過半年沒有來月經 那您還是算一個次發性的五月經患者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會造成五月經症呢 那不論是原發性五月經或者是次發性五月經 其實可能造成的原因都非常的多 而且甚至他們兩個在某一部分是重疊的 比如說懷孕 比如說中輸的問題 這些都有可能造成原發性五月經 也有可能造成次發性五月經 那這麼多的原因我們怎麼去理解它呢 我們大概可以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結構上有異常 意思就是指的 你的子宮 軟巢 輸卵管 或者是子宮頸 陰道的部分其實是有什麼樣的異常的 第一個我們大概就是先天性的異常 比如說明日式管的發育不全 或者是本身處理萌沒有開孔 所以你的精血就不出來 陰道有一個橫隔 讓精血就不出來 或者是根本就沒有長出子宮 沒有長出陰道 然後或者是沒有長出子宮頸 那再來當然像我們這位病患 他是一個雄性素不敏感症候群 他本身的基因是 男性的基因 所以他沒有長出子宮 陰道子宮頸的構造 那第二種構造上的異常就是後天性的異常 就是原本沒有問題是 之後才得到的 比較常見的比如說 有些 患者他們做過比較遲得子宮頸 子宮內膜燒瓜手術 所以會造成的 阿學溫新種就是造成 子宮內的沾黏 或者是子宮頸的狹窄 讓他沒有月經或者是月經就不出來 第二種分類 就是賀爾蒙的異常 賀爾蒙的異常 我們又可以把它分成幾個大象 第一種大象是 高性腺次激素之下的 性腺機能低下 比如說 卵巢早摔 或者是本身的性腺有問題 或者是本身的染色體就是有問題的 第二種是性腺激素正常的 性腺機能低下 比如說雄性腺過高的狀況 比較常見的例子就像是很多多腦性卵巢的患者一樣 他們的性腺激素都是正常的 但是月經就是不會來 主要是因為雄性腺的過多 那第三種是 低性腺次激素的性腺機能低下 那這種的話 大部分都是從中樞 就是從我們的中樞神經 產生一些問題 造成我們沒有月經 比如說比較常見的年輕的少女 他們可能有些厭食的問題 考試的壓力很大 或者是 任何的就是不舒服 然後造成了他們月經沒有來 或者是有些人他腦髓體其實是有長一些腫瘤 這些腫瘤會影響我們的生肌內分泌 那或者是有些人他們有一些其他慢性的疾病 比如說腎臟的疾病 肝臟的疾病 那這些疾病都有可能造成性腺功能的低下 而造成月經沒有來 後面還有比如說像是 泌乳激素過高 比如說像 哺乳的婦人 他們的月經就不會來因為泌乳激素是上升的 但是也有些人是因為鬧垂體長的腫瘤造成的泌乳激素過高 或者是 年輕女性很常見的甲狀腺的疾患 甲狀腺的疾患也是會造成 月經 不規則或者是月經沒有來 但是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這個原因就是 因為懷孕 常常有些人覺得自己月經溫了或月經沒有來 他就不以為意 但是有些病人其實他們是自己懷孕的 但是他並不知道 所以對我們婦產科醫師來說 有月經問題的第一個治療的想法 就是要去檢查你有沒有懷孕 那我們這樣的患者我們來到我們醫院 我們大概可以做什麼樣的檢查呢 首先第一步當然就是對 個案的狀況做基本調查 包括您的身心靈 有沒有壓力很大 有沒有熬夜 有沒有吃不下東西 身體有沒有什麼狀況 那過去有沒有做過任何的手術 有沒有什麼婦產科方面的疾病史 或者是您家裡有沒有人像您一樣 月經都沒有來 有這些狀況等等 這些是我們基本要需要知道的事情 接下來在構造的部分 我們可以從生理檢查 檢查乳房 檢查體毛發育的狀況 檢查您的第二性徵 然後再配合我們婦產科的內診 去看您的子宮 卵巢 胃音部 引導 這些構造是不是有什麼異常 除此之外我們可以做影像學的檢查 包括做 婦產科超音波 來檢查在肚子裡面的子宮是不是真的 有好好的生長 或者是我們可以做核磁共振 或者甚至像子宮鏡 這樣的檢查 去檢查我們 在身體裡面的婦產科器官的構造 那第三種呢 就是實驗室的檢查 包括驗尿安抽搐 那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第一個已經是要驗孕 剛剛講的 很多其實是因為懷孕了 所以造成月經沒有藍 所以第一個是驗孕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做荷爾蒙的檢查 包括剛剛提到的 泌乳激素 甲狀腺素的檢查 還有很多性荷爾蒙的檢查 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釐清 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會造成月經沒有藍 那像我們的 剛剛的病人一樣 他最後又做了個染色體的檢查 這個也是在 調查的過程中有可能會做到的檢查之一 有這麼多的檢查 那到底該做什麼檢查呢 基本上 還是要在就醫 讓我們醫生評估過後 我們才會知道 到底要剛剛幫你安排什麼樣的檢查 知道了原因之後 那我們要怎麼治療呢 其實不同的原因就是需要不同的治療 那每個人的治療的目的大概也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有些人他們就找到了一個 特別的原因 比如說他有甲狀腺的疾患 他有一個高密乳激素的狀況 造成他月經不來 那我們要治療的應該是甲狀腺的疾患 是高密乳激素 要治療這些疾病 來造成他的身心靈的健康 然後之後月經 可能自然就會恢復了 那有些人他們其實是因為想要生育的 狀況 比如說 多張心軟潮的病人他們想要生育 但是他們長期沒有月經 所以這種情況 我們治療的目標就是 讓這樣的病人有辦法 排卵有辦法懷孕 那有些病人他們可能是 軟潮早衰的病人 軟潮早衰的病人 他們可能覺得 沒有月經也沒關係 反而熱得輕鬆 但是太早軟潮衰過的病人 他們有可能會面臨骨子疏鬆的問題 所以這樣的病人 我們的治療目的就是要避免他太早的骨子疏鬆 根據不同的治療目標 我們的治療就是因人而異的 那可能的治療方式包括 第一個 調整生活作息 比如說 來熬夜的人 請他不要熬夜 要考試的學生 可能考完是放暑假了 精神好了 心情好了 月經又恢復正常了 那體重太輕有厭食的病人 可能要請他增加體重 有些病人體重太重 那我們可能要請他減肥 如此的調養 說不定月經就能恢復正常 那第二種的話是手術 在某些病人的話 我們手術方面是可以幫助他們 解決這個問題的 比如說 某一些病人他的月經 出不來是因為 處理膜本身就沒有開口 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可以去做一個小手術 幫他把處理膜 劃開一個罩口 讓月經就這樣可以流出來 這樣子就可以解決他的問題 那某一些病人是因為腦水體 長了一個腫瘤 那我們可能 需要造成經外科把他的腫瘤做切除 那有些病人我們可能需要做子宮進的檢查 去檢查他子宮腸裡面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像我們的個案 他其實身體上是一個男生 所以在這樣的病人中 他可能體內是有睞丸存在的 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就會建議要把睞丸切除 以免他也會變成癌症 那除了手術和生活作息的調整 再來就是 藥物的治療 有甲狀腺急患的人 可能還是要使用甲狀腺的藥物 蜘蛛激素過高的人 還是需要服用一些 讓蜘蛛激素降低的藥物 或者是靠魚要切除 蜘蛛激素分泌的腫瘤 有些病人他們可能會選擇 軸心訊的病例要使用 控制自己的月經 那有些病人因為他們太早停經 會暴露在 骨質疏鬆的風險下 我們可能需要補充磁激素 讓他不要太早骨質疏鬆 那這些治療的選擇 主要都是要看 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那你的治療目標是什麼 所以啊 當 您發現自己月經好像沒有來 或者是長期以來月經可能就有點亂 偶爾來偶爾不來 來的量不太多 如果已經有達到一個 五月經證的標準 不如是 從來都沒有來過 原發性五月經 或者是之前有來 現在又很像都沒有什麼來了 事發性的五月經 那要解決這些問題 那記得就是要就醫來尋找可能的原因 我是陳大醫院副產部的玉佩修醫師 謝謝你的聆聽